南投县普里生姜生产合作社与普里真公所合作 将于1月8日9日两天举办食农玩很大拔萝卜体验活动 每天提供500位的名额让民众来报名参加体验 让孩子们透过亲自到萝卜田了解萝卜的生长 并且亲自动手拔萝卜落实食农教育 我们是普里生姜合作社 然后我们从小就务农 然后我们希望能借由这个机会跟我们的政长 还有我们的农会我们的公所一起举办这一场活动 让我们有些小朋友啊 他们根本都还不知道说萝卜到底长在哪里 那我们这一块是萝卜田 那我们希望说让小孩子认识到说 萝卜其实不是长在树上 它是长在土地上 然后让他们食物上真的来拔萝卜 然后也就是顺便推广我们这个食农的活动 然后呢跟当地的农民或者是外游来埔里的一些游客 然后真正来体会我们拔萝卜的一个情境 先愿林芳于肯定生长生产合作社 以及埔里证公所的用心 能够举办拔萝卜的体验活动 让孩子们经由实际体验 去了解在地产业 在我们南村里这边有一片的萝卜园 希望说透过这个食农教育 让小朋友们体验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在食用的这些东西 是从哪边来的 它的成长情形如何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亲身体验的教育 我相信小朋友们也会乐翻了 除了供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萝卜之外 也可以我们常见的过年快到了 还可以把它做成美味可口的萝卜糕 做成糕点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副医长派一圈肯定埔里证公所 以及南投县埔里神江产业合作社的用心规划 让埔里的孩子们有机会 透过实际体验落实食农教育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